5月28日,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在北京表示,鼓励香港的大学利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机遇,深化与内地合作,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杨润雄当天到访北京,并与教育部官员举行会议。杨润雄表示,他在本次恒常会商机制下的会议中,介绍了过去一年香港与内地之间的教育交流情况,并就未来一年的工作与相关官员开展探讨。 包括是怎样再深化我们之间的交流活动,怎样去借助在一带一路,大湾区和发展香港作为一个,整个大湾区作为一个国际创科中心之下,对香港青年人带来的机遇,我们教育这方面是怎样做好那个配合。 亚润雄同时介绍了在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的参访行程,认为该中心利用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技术,帮助教学,收集教学数据,利用新科技,令学习更个人化的研究。 很值得带回香港,这次交流十分有用。 此外,杨润雄在回答中心社记者提问时表示,鼓励香港学校利用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机遇。 对香港来说,我们的大学在世界上的排名是比较高一点的,在整个大湾区我们看来。 所以我们鼓励我们的大学可以利用台湾区发展的趋势,利用台湾区的种种的现在,比如说政策上的方便,看看可不可以在台湾区发展这个高等教育。 跟内地的大学合作,跟内地的商业企业合作,将来台湾区将来发展,成为我们一个国际创新中心的目标,可以进一步落实。 感谢观看